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于厚度的五分之一 目标为创建一个如图形状轮廓弓箭 建议从棒料末端部分开始 即第四平面 我进入建模部分 并分配轮廓 延期长度挤出弓箭 我选择第四平面作为挤压面 从点零零开始建模 在第四平面坐标系上编程 继续插入各个线段元素 直到轮廓完成 特性坐标以参数形式表示 使用变量20和21 每次插入新元素 图形便会更新模型 且自我关闭 插入完成后 相关部分与参考图形相对应 现在原始的平行六面体尺寸 以虚线表示 且没有墙壁 编程加工 分配新的建模轮廓 通过改变弓箭的厚度 加工工艺保持一致 现在我们定义一个新的工作平面 在弓箭开发的一个小平面上 我们通过选择它 作为建模元素来定位平面图 为方便编程 旋转面轴 使其与弓箭的绝对轴相匹配 在面部使用旋转和对称 直到达到预期的效果 因为面定位没有参数化 所以弓箭相应尺寸 没法参数化 修改它以参数形式 提供平面相关点 鉴于几何的简单性 这应该是一个简单的操作 现在面是参数化的 可以适应弓箭尺寸的修改 我打开新面 即面漆的视图 并在其长度上编程洗销 在进入面和退出面时 超出其本身尺寸 在竹童中间的操作 它也很高的 这是什么 你把整天的一样 就像我再三天 不过缓尽 我打开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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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修改显示形式 以在初始立体中而不是平面中查看道具整体尺寸 该程序可以作为处理变量尺寸的圆形程序 我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我邀请你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或我们的Facebook页面上搜索 你可以找到TPA CAD或TPA的其他应用程序的视频教程